老夫人 夫人 家主饮酒大醉 先行在书房卸下 今夜不回后宅 向老夫人问安了 知晓了 那林氏一郎也走了吗 林将军未走 说是今夜留宿客房 他也喝醉了 林将军滴酒未战 好 来 怎么样 我从阿富那儿睡的心里 对 不错吧 够价 这家子 我有一事想问你 你大母耳朵和声出过什么意外 这也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情 你居然不知 我不知 我大夫去选阿富尚未到十岁 李欣叔伯兄弟便找上文文 说我大母定然舍不住管 然后会将大夫的产业 贴给别的能 我大母啊 无论怎么发毒誓 那些人就是不肯罢休 于是我大母便自割作耳 直接丢上为首之人的身上 说他绝不肯改嫁 华老夫你真是连人敬佩了 我大母还说她出身还没 但是我大父从未亲见于她 一直敬重她 爱慕她 还用最周全的李树娶她 说我大母是这世上 挺好挺好的女子 为着大父的这句话 那我大母就算把世上的肉 一片一片都挂了一个吧 这个就叫均以国事代物 莫比以国事报纸 万劳夫人 大母真是女众豪杰 你说咱们之后 是不是也能找着一个 可以性命相托 生死不复的大英雄 我大母也不曾教我 安抚布曲 那小B就是因为我未来的夫家 不会有布曲 我阿母也不曾教我世家 puòbah 那小兵 我阿姆知道 我定不会出入世家 什么大英雄 那日后啊 我能嫁到一个安稳人家 安稳一生 那便又是最好的了 嫁人只能随便啊 你就甘心嫁个寻常人啊 我自然甘心 从我出生时 便就由不得自己不甘心了 你要说 王一英雄 哪哪儿 哪儿 catal Moto 都不归屋歇息啊 洛央 你出息先 别连那程家小娘子都不弱 她好歹还敢打架呢 在我房门口做什么 大兄 我是特爷来寻你的 我 我想与何昭君退亲 大兄 我与他秉性不和 实难将就 再者 他与肖世子的事 都成人尽皆知 但是我心中郁郁 只觉得不如早些断了 我知道大兄不会同意 所以我就 我同意 你同意了 二房有大兄在呢 轮不到你拿秦舍去牺牲 你说得对 当断则断 无论阿瑶做何选择 大兄定会全力支持你 谢谢大兄 你这忽然提出退亲我同意了 你又这么看坏 可是另有信仪之人了 那 哪有 我若是有了 第一个与大兄说 去吧 你这儿 到 你 我的 我 感谢观看